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频内容是 闲置VPS,挂直播赚钱 那事实上呢,VPS赚钱它有几种方式 除了做网站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用闲置的VPS赚钱 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有出租流量这种方式 还有一种呢,就是挖矿 挖矿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用CPU挖矿 现在每天的收入是多少 如果你在这方面是行载的话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评论或者是发发弹幕 然后呢,也让我了解一下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以后测试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出一期视频 除了这两种方式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挂直播 事实上这个挂直播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电商平台 它的24小时不间断的无人直播 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就是说在一些视频平台 如果你能够出镜直播的话 那么平台给你的推荐流量是比较高的 有的时候甚至会在首页进行推荐 如果是平台没有推荐 那么你可以跟工会要一些推荐的流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直播的收益是怎么样的 那这里边呢,我给大家结了一幅图 这幅图片是我在YouTube后台的一个直播情况 直播的时长是54个小时 然后收入是一块 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是7元钱左右 就是在这个54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只有600多人次的观看 那这里的收入呢就来自于观众进入直播间的那一段广告 那照这样计算的话 每天的收益大约是3元 每个月就是100元左右 每年是1200元左右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个直播间呢已经开通了YPP 但是如果你没有开通YPP的话 或者是你在其他平台的直播 一般情况下收入就主要来源于观众的打赏 还有广告的收益 包括你售卖产品的利润 或者是走广告联盟 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CJ广告联盟的截图 那这个里边呢包括一些娱乐、营销 我感觉最简单的应该是游戏直播 有一些国外的游戏 它单个的CPA价值就高达30美金 在国内也有一些平台 最高的也能达到18块钱一个注册 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说你在直播游戏的时候 能够带给观众一些比较好的体验 然后有观众去注册这个游戏 达到一定的级别以后 你的佣金就自动到账了 这幅图片也是YouTube上播放量比较高的一段视频之一 事实上呢我给它的定义就是像广场舞一样 就是一个死循环 永远都没有终点 只要是有这样一段视频就可以实现循环播放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国内外一些常见的直播平台 通过我的查询 国内的一些平台像抖音、B站和西瓜 它们都是支持OBS的 也就是说这几个平台可以用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方法 去实现无人直播 那国外的一些平台呢像YouTube、Facebook、TikTok、Eastream等等 这些呢都支持OBS 然后就是不同的平台呢对直播有一定的限制 比方说YouTube只要你绑定手机号 申请24小时之后就直接可以开启直播功能 其他的一些平台我没有一一的去尝试 申请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如何配置VPS让它实现无人直播 首先呢就是VPS的最低配置 因为我的测试啊一盒一G 三兆的带宽 每月0.5T的流量就可以支撑一个直播间 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使用一盒两G或以上配置的这个VPS 这里系统我推荐的是Central S7、Ubuntu 18、蝶变9以上 我们所使用的是服务器系统 不用安装桌面 我原来也以为如果要使用OBS直播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桌面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 现在有这样一个工具叫做FunPay 它可以实现非常轻松的进行串流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直播的步骤 首先是我们连接VPS 我这里边所使用的系统是Ubuntu 所以我复制这一句代码 进行更新系统安装Vim和Scream 如果你是Central S系统的话 请使用这句代码 然后我博客里边应该说对整个直播的思路 直播的过程我讲的都非常清楚 如果你需要代码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找到我的博客的地址 接下来我们就来安装FunPay这个工具 下一个步骤 验证FunPay的版本 有输出说明我们安装的正确 下一个步骤是准备服务器的文件 首先我们要复制这段脚本 这段脚本的作者 他的博客地址 我已经写在我这篇文章的参考资料里了 如果是有想学习的伙伴 你可以到他的博客上去看一下 在这里我简单一点 把它写成推.sh 然后我们复制整段内容到这里 直接保存 推出 大家注意这段脚本 我写的是推.sh 接下来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频素材上传到服务器 我在这里使用的是特密优斯的SFTP功能 连接服务器以后我们直接把准备好的视频素材 拖进去 有很多软件都有这个SFTP的功能 比方说前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Win Team 但是Win Team的上传特别慢 所以我今天使用的是特密优斯的这个上传 速度还挺快 已经上传好了 接下来的步骤就很关键 我们首先是在服务器上开一个新的窗口 然后我们就Batch 推.sh 这里强调一下 如果你是CentOS系统 你需要先执行一下E 安装一下Fanpeg 因为我是Ubuntu的 我刚刚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执行第二个步骤 然后这里边我们要输入推流的地址和Luma 我在这里准备了一个YouTube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直播 这是一个新的频道 直播的地址是RTMP开头的 我们点击复制 然后别忘了在后边加上一个鞋杠 如果是这个鞋杠已经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加了 下面我们再复制直播 直接把它添加在直播地址的后边 然后点击回车 这时候它会检查直播地址是否正确 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准备的MP4文件的地址 我这里直接在root目录 强调一下这里要写绝对路径 点击回车 是否打水印 我们不打水印 点击No 好 现在的过程 在服务器上推流已经开始 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变化 这里边已经显示开始直播了 连接状况及加 那这个视频呢就是我上一次给大家录制的 Text Free的视频 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上传到服务器的视频是可以有很多个的 刚刚的这段脚本就可以实现循环的播放所有的视频 这样呢就能够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把窗口进行分离 同样是在博客当中我们复制这个命令 然后 重新打开一个SSH窗口 然后执行 在这呢我们看到正在直播的窗口是318491 你的可能和我的不一致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进行远程分离 Screen-D之后我们复制它的ID 点击回车 现在窗口分离完成 我们可以关闭所有的SSH连接 直播过程会在后台继续执行 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说你手上正好有闲置的VPS的话 那么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找一些非常优质的自由版权的视频内容 然后循环播放 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赚取广告费 或者是直播间的打赏 来获得一定的收入 如果你有更新奇的思路 更好的想法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对我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请你给我点一个关注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